戴黑色帽子 黑色口罩的男子 他是孫安佐的經紀人朱一鳴 十五號前往台北市信義區夜店 卻在邀地上掛著瓦斯火槍 引起爭議 這回被信義分局的警方 依照社違法通知道案 再次澄清 這把瓦斯火槍沒有殺傷力完全合法 講的斬釘截鐵 同時也曝光 他與孫安佐在八月底的計畫 拯救世界的活動 拯救世界計畫 他是一個 他要幹大好事 他不是幹大壞事 各位 這個八月底活動 只是一個序幕而已 就是請大家就是來看他 展現他設計的這些武器 我們當時會把火槍改成噴水的槍 我們也是一個公益慈善活動 我們會把所得就是捐給 我們認為值得捐的單位 警方表示當下無法從外觀看出 這是否有殺傷力 呼籲他們倆主動交出火槍釐清 同時提醒之後辦活動 展示的槍線如果屬於列管範圍 也將當場查扣 孫安佐的經紀人朱一鳴曾經參選立委 更在年初總統大選前突襲趙少康與羅志強 遭到警方壓制 孫安佐日前也在泰國惹出呼麻風波 他們倆如今要辦慈善活動 展示武器 藝人敵音日前曾經回應 隨他平安就好 而孫安佐也轉發動漫短片回應 是的媽媽我已經夠強壯了 似乎也是希望母親別再為她擔心 TVBS新聞 他被總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